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 环境噪声根据来源主要分为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1 202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省辖县级市和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环境 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合计受理环境噪声投诉举报约201.8万件 其中社会生活噪声投诉举报最多占53.7% 建筑施工噪声次之占34.2% 工业噪声占8.4% 交通运输噪声占3.7% 生态环境部门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 共接到公众举报44.1万余件 其中噪声扰民问题占全部举报的41.2% 排各环境污染要素的第二位仅次于大气污染 根据生态环境部提供的数据 近十年来噪声污染投诉连续占据总环境投诉量的前两位达到38%以上 某些城市噪声投诉占比甚至达百分之七八十 尽管针对噪声污染的投诉量占比很高 但在执法过程中却面临诸多难点 有一类我们叫做噪声污染 像我们每天路上都有交通噪声 包括我们的工厂 我生活在它周围持续有这种噪声暴露 所以这种的话我们会定一个标准 噪声排行不标准 你超过排行不标准 认为你是污染 要有你治理 另外还有一类问题叫噪声滋扰 家庭里面 比如你的邻居养了一只狗 这狗突然黑天半夜汪汪汪叫了 把你给吵醒了 那影响肯定是有 但是又不是那种长期的噪声暴露的 就是这类性质的话 实际上不是通过标准来管 实际上是通过我们叫做行为规划来管 大部分的社会生活噪声 可能都是这种的 专家介绍说 噪声法修订草案 直击协调难痛点 草案规定 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 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纳入规划和政绩考核 不同的噪声有不同的考核标准 并赋予省级以上环保部门 对地方政府负责人约谈的权利 约谈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由评论指出 噪声法修订草案 让法律长出了牙齿 有助于让监管落到实处 那么此次修法能否真正解决 噪声之痛呢 您觉得最后会给我们带来 比如说我们对噪声污染 对于噪声治理 有哪些新的改变和认识 我们首先有了法律依据 这个法律依据就是说 该不该治理 收不收这个范围 我可以找到参照法 第二 是不是属于超过噪音的污染范围 我有了标准 这个标准是可测量的 是有专门的机构 反而是我们其他的社会主体 都可以参与去测量的 公民都可以参与的 尤其是这一次提到了 我们的社区局委会 居民委员会 甚至物业公司 是社会行业组织 都可以有劝阻的权利 如果不听的 他可以请求 比如说我们的公安机关 它是扰乱社会正常知识 生活秩序 那有公安机关再来去执法 所以这样的话 我想有法律 有依据 有标准 有参与 说有共同的治理 要比我们展望未来 要比原来可能 那能在执法环境 比如是造声环境 带来大大的改善 就跟在家里生活一样 比如说我这做饭的 突然把一个大铁盘子 掉到地上了 光刚一声 吓得家里人吓一跳 对吧 这也就过去就过去 下回注意点 你要每天都掉 随时都掉 家里两口子不打架才怪呢 它其实道理是这样 就是社会发展 已经程度了 它的造声的来源 越来越多 这种造声不解决 直接就影响到你的健康 和你的休息的权利 那这个时候 它就必须要从更高位阶上 把它用法律形式固化下来 而且要求各地来落实和执行 所以这次其实 把这些部门的功能 职能 加以有效的利用 最终审批权 执法权 更加的明晰 这才能真正到最终的 这个环节的时候 才能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 那里边比如说 像以前我们经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造声啊 你来 行 它停了 等你走了 它就开开了 这是个证据问题 就是说 证据怎么去固化的问题 其实我也在想 可能有了这样一个法律的原则之后 各个行业监管部门要考虑 是不是我们可以像监测大气污染一样的 监测PM2.5一样的 在一些造声污染地方 是不是有监控的设备 反正录音设备 有了这些 随时24小时可以录制 可以监测到 并且直接可以通过电子数据的方式 可以获取 还有我们普通公民的法律意识 可能会提高 我们现在已经认可了电子证据 说电子证据的合法性 说我们普通公民 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录音 录像 视频等全流程的固化这个证据 我想这也是会对那些噪音的制造 这也会带来一些震慑